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說7月7日的賽事 說到第六場 希望各位支持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 按一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影片可以和大家一起量一下馬鈴鐺 可以通知你 如果喜歡,覺得我講得OK的 就給點Like鼓勵一下我 不說那麼多廢話,先說第六場 這場第六場的四班千六 我想和大家看一條影片先說 有很多馬鈴鐺 先看看這隻精簡最好的那場 精簡最好的那場 一胎集熱血鬥士漏集 在包尾的位置 這是最外檔的 前面快的,大外檔精簡最好 內蘭野馬神器第三位 藍衫是小福將 外面第四位是新勇 再看到最出的快閃的馬鈴 中間藍衫黃帽 就是盧力飛彈 內蘭白衫藍帽 還有快樂實在 陽光粉紅眼罩 標誌精靈 剛剛過了他 尾三是熱血鬥士藍衫 最後兩匹馬 數虎勇士 暫時包尾內蘭 是極加費力 還有一千米斷柱 前面帶頭是精簡最好 接著第二位是新勇 內蘭第三爺馬神器 再落後一個多身位 第四位中蕩 是小福將 內蘭快樂實在 白衫藍帽 在外面有快閃的 四搭 外面是熱血鬥士 馬嵐中間 戴面枯 藍衫黃帽 活力飛彈 內蘭粉紅眼罩 陽光 再看到厚一點的馬 外面上一點標誌精靈 尾衣綠色衫 數虎勇士 包尾內蘭 還是那隻勁加費 好了 轉彎入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還是這隻精簡最好 數出去的馬有新勇 快閃的 外面小福將一路頂上那隻熱血鬥士出去 最出還有一隻活力飛彈 馬嵐中間穩衛還有快樂實在 和陽光 繞到最後三百米左右 精簡最好已經拋離了一個多身位 快樂實在一路上緊 外面還有活力飛彈追緊 埋便位置就是這隻野馬神器 內蘭勁加費 最後一百米到了 快樂實在追緊這隻精簡最好 兩匹馬爆Q就緊的了 看看哪隻贏 快樂實在贏 跑第二名 精簡最好第三名 為何會看回這隻馬 大家都看到了 快樂實在 精簡最好 活力飛彈再出都贏了 我也介紹了 小福將 跟得前一點回來 今天就斷了 就是 跟回來就不多 你看到 拍著精簡最好的野馬神器回來也斷了 新勇 短途速度回來也是斷的 快閃的也是斷的 唯獨這隻精簡最好 就是用一個前領的跑法十二檔 都可以跑到這麼近 變成只有這麼多隻 前面放的馬 只有一隻可以在這裡頂到 那我就要回它 那我就要它做膽 先跟大家說了那些操練 大家等一下 其真 保持功夫 游過水 幸運時代 積極 活力勇士 何宅堯 有去碰他的 積極 快樂實在 梁家藏 有去碰他的 積極 勇聖神驅 保持功夫 精簡最好 保持功夫 夜馬神器 黃浩南 有去碰他的 積極 一鋪成名 積極 標之精靈 保持功夫 多多 保持功夫 小福將 田泰安 有去碰他的 積極 威武承傳 鑽瘡初出 戴眼罩 保持功夫 做得不太厲害 綠俊精英 游過水 毛顯東 有碰他的 保持功夫 新勇 蘇迪虹 保持功夫 想看一看 威武承傳 看清楚 鑽瘡初出 鄭俊偉 鑽瘡初出 丁冠豪 拍了兩課 重化試了課集 試集也有大眼罩 有 我自己選擇精簡最好 為什麼呢 剛才也解釋了 幾隻放頭馬 只有他一隻 游刃有餘 只有他一隻 不斷 有他優點才不斷 希望那天的捕捉 都是 放在前面有好處 上次那場 後來我又買他 都是這樣 我看到頭兩場 那隻 苗麗德 那隻 什麼 金碧 什麼 追來追去追不到 變了放頭 也不錯 立了精簡最好 希望今天也有這個 步速 和跑道 先立了精簡最好 上次那隻 我先看看 小福將 跟前回來 真的不多 但是今天就放一個CP1 給多個機會去 要買一隻小福將 上次跟得 早了 回來就沒有 但是 今天等的CP1 有些心思 可能他發覺到 有些什麼 那 今天就拿回去 其實上次 潘頓都騎得 不是很肉緊的 我都覺得 那我還要買一隻小福將 跟著就 啊 快樂實在 快樂實在 其實 容天盤 莫雷拉贏了 莫雷拉贏了 然後 應該是楊明倫 楊明倫 也不騎 快樂實在 騎回原裝配搭 精簡最好 所以選精簡最好 快樂實在 都很跑 上次咬著的 那位 今天也是 遇到新勇 精簡最好 這些 放在前面 他可能也是這樣 回來的 那 還有日四 接著就 愛恆運時代 恆運時代 2號 恆運時代 為何要去呢 上兩場 就有潘明輝騎 那次跑泥底 我都說他追得很厲害 那 就是潘明輝騎 今天潘明輝 都沒有馬騎 是要放一個潘頓 下去的 潘頓有活力勇士 快樂實在 那些 一鋪成名 標之精靈 那些 他都可以立來騎 上次輸了那隻小福將 都是他騎 可能他輸完 免得解釋 那麽多 立了 立了一隻 幸運時代 四年 連環四重彩腳 才要回 一鋪成名 還有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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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回來可能會好些 上次跑得很長的 四連環四重彩 才要 其實這場的線路 還未跟大家說拆局 這場其實有點麻煩 葉楚行 出兩隻 都是不要多多 愛 爺馬神器 不要多多 反正都是四連環四重彩腳 不如搏 冷些 葉楚行出兩隻 希望爺馬神器 好多多 今季都會贏過馬 他也不是說 輸得很遠 上次都不是斷得很厲害 都是要的 要 要 贏馬神器 起碼好分些 這場 葉楚行出兩隻 另外 有一條線路出六隻 這麼多 六隻這麼多 兩隻是降班下來的 都是很麻煩的 另外一條線路 一隻都沒有 我看清楚 一隻都沒有 所以這場很可愛 一條線路有六隻 有一條沒有 好像沒有對手 那我想一想 如果是這樣 我再量度一下 奇珍我也想要 不過 跑法很不穩定 一時就放得前一點 一時就流後 其實流後衝得最厲害 但是他有時候又跟前一點 今天又初落來班 又背了133磅 但是李寶利也有個Q 只有他一個人有個Q 13檔 他也是留住縮的 這場的介紹就是 精簡最好做膽 六號精簡最好 各位師兄師兄 六號精簡最好 十一號的小福將 小福將 快樂實在 4號的快樂實在 2號的幸運時代 六拖11號 4號2號 就是連贏位 位置Q 四連環四重彩 才要回一鋪成名 一鋪成名 我覺得一鋪成名是有點古怪的 按回一鋪成名 四連環四重彩 接著就按一鋪成名 其真 可能要看一看賠率 看完賠率 再決定 我自己 因為如果沒有賠率 顯示 就 會差一點 還有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這隻活力勇士 上次大家當他沒有跑過 就行 如果大家 用一支筆寫 我就不選擇太多 但我覺得他上次是 完全不是跑馬 但這隻是菊草 好一點 我也是選擇 上次放頭 放得回來 那隻不斷 那隻很膽 腳 大家才考慮 這場是六拖11 4 2 就是連贏位位置Q 四連環四重彩 8號的一鋪成名 7號的爺馬神器 這場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希望支持我的朋友 按一按紅色的訂閱 按一按旁邊的小鈴 有片 提示大家看 今天換了一支咪 又很小聲 現在我說話要很大聲 真的沒辦法 這樣搞下去 喉糖都吃多幾顆 不行 希望各位那天都贏多一點 不要怪我大聲 好像粗聲粗氣 因為我要喊出來的咪才能收到 不好意思 這麼多師兄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多謝了 拜拜